欢迎收听由夏图中文广播电台及夏图华人月刊主办的美国华人口述历史节目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国际领袖基金会的会长 以及全美亚太义商会与企业家协会的总席兼首席执行官董基林女士 董女士您好 您好 向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好 大家好 我是董基林全美亚裔总商会的会长 我们代表全美将近三百万的中小企业 那么大概雇用了将近五百万的员工 所以我们每年的应该讲说替美国做了非常巨大的贡献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在亚太义总商会的一些活动 以及这个组织的使命会变境 好的 我们全美亚太义总商会 大概有将近一百二十个合作的分会 以及这个商会 比如说加州商会 大概有将近两万的应该说是membership 那么还有其他在德州 纽州西 还有亚特兰大 都有非常卓越的各个一些州跟市的一些商会 那么我们在我们最主要的愿景呢 就是当初是代表全美国的这个中小企业 代表他们在华盛顿DC发声 是一个算是一个Unified Voice 那么他们有各种重要的这个政策啦 衣袖啦 我们就替他们做一些这个统一的一个发声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还有每一年都给很多的这个grant 我们大概在COVID的时候呢 给了将近八百万的grant 尤其是州小企业 以及一些餐厅的这个restaurant的owner 那么最主要是在COVID的时候 他们经历过非常大的这些挑战 所以呢 这也是我们主要的项目 那么另外我们在全美呢 20个城市呢 有这个round table 这20个城市的圆桌会议呢 最主要是请州 还有联邦 还有这个县市的这些政府官员 跟这些中小的企业 来讨论一下 他们有什么样的这个资源 可以提供给中小企业 那么同时呢 最重要是能够听到中小企业的一些 重要的议题啦 他们面对的这些挑战呢 然后我们可以呈现给白宫 国会跟联邦政府 其实是一个很 comprehensive的一个组织 能不能跟我们谈谈看 在跟这些中小企业工作的过程中 他们主要的诉求 或者是特别经历了COVID以后 他们的一些困难点是什么 对 这个是呢 我们的一个policy agenda 就是说他们面对的一些挑战 那么当然呢 最重要的一个呢 就是assets to capital 他们在资金的取得方面呢 永远是有挑战 所以我们跟那个商务部合作了 也叫capital readiness program 是就是叫资本资金准备计划 他们如果在任何地方呢 需要资金的取得的话呢 我们有east coast hub 还有west coast hub 那么最主要的就可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是怎么样跟SBA拿到loan 怎么样跟银行拿到loan 怎么样把一个很好的package put together 然后能够拿到这些loan 那么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 那么第二个呢 像永远是有个challenge 就assets to capital 跟这个contracting opportunities 在合约方面的取得呢 他们呢常常有挑战 怎么样跟大的公司呢 拿到合约 怎么样跟联邦政府拿到合约 那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呢 也是需要我们在中间告诉他们 所以我们在去年大概有将近100多个webinar 是网站上的webinar 就是告诉他们你们怎么样准备自己 将来可以去拿到合约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technology assets to technology 虽然说我们整个全美亚裔呢 是最大的一个consular of a technology product 但是呢在technology方面呢 怎么样在e-commerce上面呢 更真完美呢 这还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那当然呢其他像这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在去年的时候呢 我们大概有将近26%的中小企业呢 他们用这个AI 今年呢看起来将近有36% 所以他们怎么样把AI呢 运用到他们自己的business上面 这也是蛮重要的挑战 所以他们来有时候人家 我们听到AI觉得这个很高深的东西 可是实际上已经运用在我们周围了 所以呢这个AI这个对他们来讲 technology也非常重要 那我们会在今年呢 5月15号的时候呢 跟commerce有一个很重要的business summit 所以我希望呢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到这summit上面呢 来注册 就是nationalace.org 我们最主要就是focus assets to technology and access to这个contracting opportunities 你刚刚提到其实有很多这种教育的机会 包括webunners 包括一些公众演讲的机会 能不能跟我们谈谈看 您在向亚裔以及台湾岛民群体中 传达这些信息的时候 他们自己的心态上的一些主要的challenge 或者他们一般不会太想要的地方是什么 其实哈 language barrier是一个很蛮重要的事情 因为呢有一些新的移民 他们在这边经营餐厅啊 或经营一些这个企业 他们其实对那个美国政府的一些资源并不了解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很多事情 我可以翻译成很多重要的活动啊 重要的资源呢 我们可以把翻译成这个中文 然后呢跟我们大家分享 那么另外呢就是 他们自己呢 对政府的一些资源呢 还是有一些reluctant 他们比较不太喜欢跟政府之间呢 有这些这个交往 或者是一些打一些交道 因为像政府呢 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去要税啦 叫EDD啦 Employment Development Department 要跟你追要这些付些这些钱啊 还有你的Works come啊 永远是在跟民众要闲 所以他们对政府的资源 其实有一些抗拒的 所以在PPP就是那个 在COVID的时候 有的政府的资金 呃缩困计划呢 其实超过一半以上的亚裔 都都没有去申请 也许他们不知道 也许他们觉得不需要 或者是 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的啦 就是他们不知道这个资源 然后他们也不晓得 怎么样能够呢 去去运用政府的这些资源 这可能跟中华文化的一些传统 可能也有关系 没错是 您其实还有一个身份 是国际领袖基金会的会长 是的 能够介绍一下 这个基金会 以及您在夏图分会 做的一些活动 好的好的 这个呢 是我的一个passion project 我跟我先生呢 25年前呢 创立了这个 国际领袖基金会 也包括的 一群呢 非常杰出的企业家 那我们在全美国 大概有20多个分会 那这20多个分会呢 他们每一个都是 非常非常优秀的群体 大家只有一个目的 不是为我 不是为你 是为了我们下一代 所以以我的全美亚裔总商会 是以商家为主 是希望呢 我们也有一个next gen的 就是培养下一代的企业家 那但是国际领袖基金会呢 一是综合的 培养了这些国际的 这些啊 让他们有这个 下一代年前 有领导统律的这个机会 能够锻炼 那么还有呢 就是尤其是呢 希望他们能够发挥 领导的这个才能 在各个行业当中 当初我们设立这个目的呢 是希望他们能够到政府 或者是到政策的单位 了解一下啊 这政策的发展 那么如何呢 能够啊 把这些skills呢 运用到他们的 professional field 譬如说好了 他如果是医生 那他们如果了解到 这些这个关于medicare 或者是关于这个 在一些医疗方面的 一些政策 那么将来呢 或许他如果是到了 当任的这个医院的院长 这个这些knowledge 对他来讲都很有帮助 譬如说如果是校长的话 他也有老师的话 他有一天也许会变校长 所以我们就是为将来 来做这些准备 或者他想当律师 也许他将来会被任命 做commissioner 那么这些呢 都是一个很好的 给他的一个训练的一些机会 所以我们这些大学生呢 我们就是把它放在 呃 怎么样的年轻人可以拿到这样的机会 听起来都是非常好的 好的 我们基本上都是大学的学生 那么呢 他们当然要有一半的这个华裔啦 或者是亚裔的学统 那么另外呢 他们的GPA呢 虽然说我们的这个 订的标准不高 大概3.2 可是我们来申请学生 大部分都3.6 3.7 3.8 那么希望呢 他们有这个 track record 就是有在 这community有服务过 所以他们这个对我们 呃 community的一些贡献呢 非常的重要 呃 这个是大学生呢 那high school呢 我们也有这些 high school的training program 那么这个是在呃 DC呢 举办的 那么另外在每一个分会呢 他们 办理的这些活动中间呢 都有给一些高中的 这个呃 训练的机会 那您在跟这些年轻人 一起相估的过程中 有没有看到一些 比较近期 或者让您觉得 很自豪的一些needs 有 我看到了这些年轻人 让我觉得呢 对我们的未来呢 有非常大的这个希望 以及信心 那有的时候 我是觉得说 他们比较不 呃 这么aggressive 他们呃 性格善良 这个 这个有的时候呢 呃 没有这个呃 对自己的信心不够 没有办法去跟美国主流呢 怎么样去跟他们一起 这个呃 竞争 所以我觉得只要把他们的勇气呢 呃 把他们发动起来 把他们的信心发动起来呢 我相信他们在美国的 这个主流社会呢 绝对是可以有呃 非常好的一个优势 您刚说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可能是呃 呃中国背景 或者说华人背景的这些孩子们 可能他们有很强的能力 但是他们跟主流的美国人在竞争的时候 他们可能不会那么擅长表达自己 或者说甚至会缺乏一些自信 你觉得这是有文化上的东西吗 或者说怎么样可以呃 让他们更好的有这些exposure 得到锻炼 呃 因为呢 以一个父母来讲呢 他当初移民到美国来 哦 就是个new immigrant 其实新移民呢 在美国是要 面临的一大极大的挑战 那么在文化上面 在语言方面呢 在各种试音方面呢 都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 那么呃 对小孩来讲呢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影响 所以有的小孩呢 他从小跟父母来 有的是初中的时候来 有时候高中的时候来 你想看在人生成长的过程中间 你自己要调试自己的成长 都已经很难了 你怎么样能够 在调试自己的成长方面呢 还要去面对这些压力 那父母亲呢 要生存下来已经很难了 他怎么样能够来照顾孩子的心情 所以都是各种错综复杂的 这些情况在下面 让他们就觉得说 已经可能没有这个 这个 应该讲一个企图心 去到美国怎么样去争取 但是呢 以另外一个来讲呢 很多一些新移民 在美国创造了很多很多奇迹 也是因为这个挑战 吸发了他们的企图心 让他们决定呢 一定要conquer这些challenger 我看了太多 太多四亿民成功的政策 这个故事了 所以呢 我就是很希望呢 我们这些年轻人呢 他们可以走出他们的comfort room 去多多了解这些新移民的故事 看到他们呢 怎么样呢 在美国呢 能够闯出一片天 对于新移民的家长 或者说现在正在把孩子 逐渐往上带的这个过程都要加上 可能孩子还没有到达中学 或者什么样的 小时候就可以开始的一些培育的计划 可以让他们有针对性的锻炼这些 比如说公众演讲 或者自信心这方面呢 对对对 我是觉得对孩子来讲 就是有一个就是 feel the fear but do it anyway 就是虽然说你在做的过程中 你觉得呢 会害怕 但是不要害怕 还是要去做 在美国呢 你只要不要贪照忘法 没有事情不可以做的 没有事情不可以试的 那么试了失败呢 你就下一次知道怎么样长进自己 那对年轻小孩呢 我觉得他们要做一个 就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虽然说呢 父母给他上一个角色 你这个工作啊 将来可以拿到很好的工作啊 就说你可以拿到固定的工作啊 怎么样可以这个有薪水啊 可以养家活口 这是很重要的 可是再还有个就是说 在你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还要做个喜欢的事情 那么才能够push你自己继续成长 所以了解小孩他的兴趣 他的特长在哪边呢 不要害怕让他走这条路 那么将来呢 一定会有很好的结果 不要说对小孩了 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 对我很大收获 是是是 growth mindset 对 没错 没错 我们刚谈了很多教育别人 帮助别人的事情 总之一讲 能不能跟我们谈一看 你自己的教育经历 因为你是在台湾出生 是的 可是你也有自己融入美国社会 并且成为社区领袖的一个过程 对 能不能跟我们过一下这个经历 好的 我自己呢 我觉得当初来美国的时候 就是有个出身之度 不畏骨 那什么东西呢 都想去试 什么东西呢 都觉得不怕 那现在有时候想起看来 也觉得蛮好玩的 像我记得呢 我生的时候 在住sacramento的时候呢 我常常开三个钟头的车呢 到旧金山 然后呢 有时候也开三个钟头车 到silicon valley 参加完活动 当天就飞回来 开车开回来 所以呢 自己现在想一想 年轻的时候体力啊 也觉得不可思议 我自己呢 我觉得我的父母亲 对我都是蛮信任的 他们也从来不会特别 干涉我要走哪一条路 可是他们呢 对我也是有满满的信心 以及满满的这个爱护 那我觉得从小的时候 在一个我温暖的家庭里长大 对小孩的这个未来 是有很大的发展 父母亲给的关爱呢 让我觉得说 我对未来的一些世界呢 一些挑战呢 都一点都不害怕 所以我自己呢 到了美国之后 这个能够面对许多的挑战 我觉得也是父母亲的关爱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我觉得呢 你要找到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合作伙伴 因为我自己呢 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一些 project啦 serve on different board啦 有这么多不同的organization啦 我都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有这些 找到一个合作伙伴 跟我一起运行 所以我才可以做 这么多的事情 我觉得在人生中 你每一个project中间 都要找一个好的伙伴 跟大家一起去奋斗 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是teamwork 是非常重要 其实很多的亚裔的新移民 来到美国了以后 特别是家长 对孩子要求 都是说你要成绩好 你要数理化比较好 然后可以去 Silicon Valley 去找到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tech job 那对您来说 好像社区服务 以及people conversations 这种community work 对您来说 一直是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这种习惯 或者说视野 您是怎么样建的 我对社区一向有兴趣 就是我想可能 跟我小的时候 到教会去有关系 我母亲带我们到教会 那我就在教会 学习了这些一些 我可以是这么说 是一个基督的文化 西方的文化 其实对我的影响 也蛮大的 在教会中 小朋友一起玩 那么尤其在高中的时候 我记得 我觉得教会好好玩 我就带我班上 一堆人到教会去 那么等到我再长大了 如果看到一件 很好的东西 我就想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么另外呢 就是到了大学之后呢 自己是演讲辩论社的社长 又喜欢开始从事社区的工作 然后到后来呢 就一直觉得 对大家一起促成一个 做一个很有理想的事情呢 是非常愉快的事情 那么到最近呢 我才发觉呢 看到了一个哈佛的研究 哈佛说呢 真正能够带给人快乐的呢 不是不是金钱 不是名利 而是呢 你跟你旁边人的互动 如果你跟你旁边的人的互动 很好的话呢 包括你的家庭 你的配偶 你的朋友 给你的社区 这就会给你带来 极大的快乐 所以呢 看到这个我之后 我就觉得 哇 这跟社区活动 还真的是很有信 能够带你这么大的快乐 这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 那跟哈佛的这个研究 是不谋而合 让我就觉得说 自己也真的走对路了 能不能谈一谈 您的求学经历 好 刚刚有谈到社区 可能是更小一点的时候 其实我知道 您之前也在哈佛大学 求学过 好 那么在哈佛大学呢 我最主要的是 当个资深研究员 那在这一段时间呢 我最主要谈 也讨论的 就是去特别研究的是 民主 创新 还有领导训练 那么在这几个重要的 这些议题下面呢 我觉得美国是真的是一个 一个民主的之地 就是虽然说呢 美国的一些政治 也很被人家诟病 觉得它不是最完美的 但是呢 比起其他各个地方的政治 我觉得它还是可以的 不是最完美 可是是可以的 因为呢 你如果不喜欢这个领导人 四年之后就可以把投票 让他 让他这个离开 然后再选你心目中 新的这个领导人 那么 在这个领导才能方面呢 这也是一只我的passion 我觉得年轻人呢 我希望他们 能够在他的生活中的学习 怎么样能够 谦卑下来 我觉得这件事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记得我在美国 刚出求学的时候 有一个牧师 就曾经跟我说过 他说 Never forget where you are coming from 不论你将来到哪一个地步呢 哪一个地位呢 永远不要忘记呢 你的这个是从哪边来的 所以我觉得谦虚呢 谦卑对年轻人很重要 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呢 也是意气风发 觉得我什么都了解了 那后来有时候 人家给我一些feedback 让我都不了解说 为什么我 我这么尽心尽能为你们做 你们还来批评我 那么等到后来 我才能够了解说 哇 感谢人家这么说 让我才能够有成长的地步 所以永远要知道 有些事你是永远不知道的 你尽量把你的data collect enough 然后based on你的data 你可以做decision making 但是总有一些事情 永远不知道 那么在那些事情中 发现了错误的时候呢 你再回来再检讨自己 我办了这么多的活动 办了这么多的一些project 发觉不论做任何事情呢 永远是不一样的 你在不同的这个 以伴在活动中间呢 你办的活动的 总是会有发生一些误差 就像是同一个地点 但是来的人不同呢 也会有一些误差 所以呢 我觉得年轻人呢 如果能够有这个 humble的这个心情呢 去学习呢 这个未来的一些世界 我觉得对他来讲呢 将来呢 就不会有一些这个 太大的一些 这个误差一些问题 我听您的讲述 我一直觉得 您是一个心态特别好的人 我们刚刚提到 有成长性思维 然后要有谦卑 我想其实自己 我自己在想通过程中 对领导力有一个 一直在锻炼的方面 就是当你有一个愿景 这样让别人来参与的时候 其实说服 或者说让大家都一起jump in 其实是一个很有挑战的事情 是 在这个过程中 您是怎么样 在这方面得到锻炼呢 或者说如果是涉及到一些 比如说已经很复杂的权力结构 甚至有一些冲突 有一些竞争的时候 您怎么样可以去调这么大的心意气 对 第一个你的mission要非常clear 不能太复杂 你的mission就是很简单 你告诉大家你要的是什么 然后你就repeatly say that 像其实很多总统 或者一些领导人 他们都是很好的sales person 那你在sell东西的时候 你不能有太复杂的一些概念出去 你就是很清楚 我就是要培养下一代的年轻人 我就是要帮助我们 美国亚裔的企业成长 你的mission要很简单 很出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你要以身作者 你自己要付出别人多 那么大家的眼睛都是血亮的 他们可以看得出来 你自己都这么dedicate的 愿意去做 大家呢也很愿意呢 跟着你一起去成长 那么还有一点呢 你一定要随时recognize呢 这些帮你工作一起的人 就是你有荣耀的时候 大家一起分享 有辛苦的时候 大家一起担责任 你可以担多一点 在荣耀的时候 不能自己一个人拿 你在stage上面的时候 要把别人一起带上来 所以呢 我随时要recognize呢 这工作 其实很多人 他们都是volunteer work 那你就要随时来 不同的方式来recognize 他们的这个工作 让他们觉得 自己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那有的时候呢 其实并不是大家 大家这个不愿意 只是有时候在心里面 不好意思讲出来 一定要大声地讲出来 而且呢 要随时地去谢谢周围的人 随时要去称赞周围的人 像我就跟我们的学生在分享 不论你在写任何email的时候 你不是都有一个automatical signature吗 就会自动地放上去 你要把它想象成一个thank you 是automatic signature 你不论在任何的活动中 你做个领导人 你要随时把thank you 放在第一 你要用不同的方式来recognize人家 而不只是说谢谢你 而是说感谢你花这个时间 开了这么久的车 然后呢 在这边还要找很难的parking了 这个方式 然后再进到这个屋子来 然后花时间来interview我 像这些都是可以被recognize的 所以你就要随时去注意 大家所做的事 然后用它来recognize 我觉得亚裔在这方面呢 是其实上比较 比较胆怯的 就是有的时候 不好意思去称赞别人 因为父母亲对小孩呢 他的爱是在心里的 可是有时候也不愿意去称赞他 到时有时候都是一只 这个应该怎么讲 这个恨铁不成钢 都随时说这个还没做好 那个还没做好 譬如说做100件事的时候 就会说那两件事还没做好 那我自己也学习了 我自己在工作的时候呢 对我们领导的 在这个岗位上的时候 做了100件事 你第一件事就看到那两件事 没做好 那你就会说 这两件事怎么没做好 那后来我自己也学习 你先跟人家讲是 这98件事做得很好 但是实际上可不可以再把这两件事 稍微稍微这个再改进一下 所以其实我自己也是在随时提醒我自己 你要怎么样去recognize你旁边人做的事情 他们才会继续一直跟着你 很受用 我觉得其实对自己宽容 对别人宽容 然后一起维护一个比较温馨的气氛 对 在任何领导的条件下都是很受用的 对 但是你还要把事情改进而 对不对 你在改进的时候 就是你要说你deliver message how to deliver message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说 为什么搞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这么脏的 你没有把它清理 或者你可以说 这个屋子整得非常非常好 是不是可以把这边再处理一下 那这是一件事情 但有时候事情已经发生了 发生过了之后 然后就发觉哎呀真的是 如果这个没有做好就perfect 对很多领导的人讲 perfectionist是很重要的 要做到完美了 那所以呢 这个跟你我的年轻的staff沟通 实际上是我来讲是一个 每天都是你在学习的工作 所以跟周围的人的沟通呢 这communication skill呢 实际上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还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您的公众演讲 以及您的镜头感特别好 然后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发现 其实你之前还有做主播和在新闻行业工作的经历 能不能跟我们提一下当时的一些见闻 好 那个是非常非常的小的一段经历 但是我自己印象对这个广播也很有兴趣 那么我的这个博主就是董显光 他以前呢是一直在做广播 对这个在蒋介石的时代是帮助他做宣传部的副部长 那所以呢我们我的堂姐董凯蒂也在纽约做这个主播 做了三十年的真的是长青树 开提Tone 那么我自己本身呢就是一直对这个有兴趣 可是很可惜我在到Kell State Long Beach读硕士的时候 本来是选communication 结果到了之后在美国发觉要造进到美国的这个 这个广播界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呢我就换了变成MBA 可是我一直觉得这广播这个事情好有兴趣 因为媒体呢尤其是华人的媒体呢 能够给我们社区带来好大的帮助 在传播资讯方面呢 尤其是对新移民来讲非常的重要 还有一个呢就像你们所做的呢 就是个历史的记录 我觉得这历史的记录在未来二三十年或者五十年 希望将来呢大家能够回溯到我们这一代所发生的事情呢 华裔对美国的贡献呢 这个呢都能够经营 其实您在政界也有很多的经历 包括您服务过很多任总统 然后跟他们的这些administration 都有在一些顾问层面上的合作 能不能跟我们梳理一下这方面的一些 好的 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 在美国呢连任的九位总统呢 我都觐见过 那么从那个雷根总统 从福特总统 然后呢后来老布希总统 小布希总统的时候呢 我是替他服务 做商务部副助理部长 那么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呢把美国的这些 这些跟这个多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协定呢 能够签署下来 然后当然是希望呢 让美国能够得到一些其中的这个利益 但是也需要能够公平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这个小布希总统的时候呢 我被任命做就是总统的顾问 就是亚太裔 白宫总统亚太裔顾问 那在川普总统的时候 我又第二度被任命 所以我就觉得蛮幸运的 那在欧巴马政府期间呢 我是做商务部的这个 少数主义呢 企业发展的这个咨询委员 那么在这个拜登的时代呢 我做的是就是财政部长叶伦 他任命我做Ratial Equity 就是经济评选委员会的委员 所以呢 在这边呢 我就觉得说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说我所有的工作呢 都是希望能够提供 让我们的亚裔呢 更进一步 所以对我来讲呢 我觉得我自己尽量做的超党派 共和党跟民主党 我自己能够超党派 然后呢 最主要最大的benefit 还是我们的亚裔群体 不论是我们群 整个群体 或者是亚裔的这些企业呢 都是我最重要的一个服务的目标 那我觉得他们不论是哪一个界的总统呢 他们看到的我是也是一个bridge 就是我代表着一个庞大的亚裔群体 所以他们跟我之间合作呢 他们也可以跟这个 接触到我们整个亚裔的群体 所以我自己在美国呢 刚来的时候是跟主流接触 但后来呢 我才知道 你绝对不能够离开你的群体 就是因为你是这个群体的之一呢 你才能够呢 跟这个美国主流呢 做更好的这个合作 能不能自己谈一下 这种和超党派的领导人之间的信任 是怎么建立的 因为我想说 很多亚裔的政府官员 可能做事情很扎实 但是您其实不仅仅建议的信任 还有很大的visibility 这种意义贯之的这种 做事情的风格是能够跟我们谈一谈 对那么我呢就是说在换政界的时候 换党派的时候呢 我都是比较小心一点 那么呢我自己呢也觉得说你要怎么样 最重要的点是要让人家信任 那他们尤其是呢 当一个总统被选上了之后呢 我们就必须要recognize 他就已经是总统了 代表了这个美国 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那么对我们来讲呢 在未来的四年 怎么样呢跟这个总统合作 跟白宫合作 能够呢让我们的族群呢 得到最大的这个利益 这是我的number one priority 所以基本上呢 很多时候都是让他们来找我 他们呢觉得说 我都觉得很surprise的 就是每一次新的总统上任了之后 他马上就是要任命内阁 那当然他在 在选举之前都已经开始在准备了 如果一旦选上 马上哪些内阁是谁 然后呢 当然就是开始做各个的一些重要的任命 那么结果呢 他们选上之后 大概基本上几个月之后 他们就会来找我 然后他们的重要幕僚呢 就是希望呢 怎么样跟我们总商会合作 那么因为他们希望借着我们呢 能够把他们重要的政策呢 跟我们的全美的这些中小企业呢 做一些沟通 所以到后来呢 其实我也觉得这个工作我很乐意 就像包括现在那个拜登总统 他们的白宫亚太裔顾问委员会 也就是他们的个创意计划呢 跟我们总商会合作了好多的economic summit 我们去年的时候呢 就在这边跟他们一起办理了 那西雅图的市长也有来参加 我们大概有两三百位 这个community 还有small business owner 我就觉得说 这个效果非常好 所以我们在各地呢 都跟他们一起做这个economic summit 所以我其实我觉得 这整个事件对我来讲 非常satisfactory 我觉得超党派是可以的 尤其是呢 我们在Washington DC呢 有一些重要的bill 都是超党派把它完成的 因为在Washington DC 我觉得太左跟太右呢 都非常extreme 我们必须要找到中间一个 合作的方式呢 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东西呢 完成 你刚刚提了很多具体的一些执行 能不能够挑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bill 或者说一个政策 我们谈谈看 这些这些是怎么样benefit 好的 我想一个两个很重要的法案 我可以稍微提一下 第一个就是COVID hate crime 那个在COVID的时间呢 我觉得很不幸的呢 就是我们大概有 大概将近有一万一千个这个案件呢 是针对对亚太裔的一个仇恨的犯罪 那么这些 这些incident呢 实际上对我们的社区呢 带来很大的恐惧 其中百分之 大概三分之一呢 是发生在这个 这个企业商家 那个大概百分之六十呢 是针对女性 所以呢 在那个时候呢 孟赫文众议员提提了一个COVID hate crime bill 那我们呢就是超党派的呢 大家一起 我自己我们总商会找了大概一百六十个公司 还有企业团体来pass这个 就是这个申请写各种请愿书 给共和党跟民主党的这些leadership 跟他们讲说这个bill对我们很重要 那么结果这个bill pass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个 当然呢这个在仇恨亚裔的时间有很多negative 所以我们就决定要有一个positive的一个事情 我们自己全美亚裔总商会呢 就有一个logo叫AAPI strong 就是亚太义强壮强大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action 那么同时呢在博会呢 这个也是孟赫文议员呢 提了一个跟那个Senator Haruno 夏威夷的Senator Haruno 提供了一个呢 提提了一个就是叫做 Create Potential Study of APA Museum 就是有一个bill来成立一个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呢来来做一个study 做一个这个报告 呈现给国会跟总统 需不需要成立一个亚太裔的这个博物馆 那在这个national mall 你知道现在最hot的一个就是 African American的Museum 它这个Museum呢 每年这个上百万的这个人去去visit 然后呢大家可以在上面看到 非洲啊黑人裔的一个这个历史 那对我们来讲呢 要大家看到我们亚太裔的这个移民 还有我们在美国的贡献 就是要一个很棒的Museum 再想想看在national mall 有一个国家级的博物馆 是多么重要的一些事情 所以但是你要有国家级的博物馆 你要先要一个study 所以他们现在create一个commission 就是怎么样来study的potential creation of APA Museum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这个bill呢 我们也是一直跟共和党和国会的议员呢 希望他们pass 所以也通过了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隐藏的议题 是怎么样去团结亚裔 是 因为亚裔其实里面有分很多不同的地区来的亚裔 那我们有东亚 我们有中亚 东南亚 在这个过程中 你有没有什么心得 或者一些好的 是 我觉得团结起来呢 大家当然不是容易的事情 但是again 你的mission要明显 你的mission是为了community 不是为了自己 你的mission很明显的 大家就会跟着你走 那当你的mission很明显的时候 我们亚裔总是有不同的分歧了 那么当然呢 譬如说你将来什么样的东西 放在museum里面呢 这个有中国来的 台湾来的 香港来的 有非洲 菲律宾裔啊 有韩国裔啊 有越南裔啊 有印度裔啊 有日本裔啊 将来什么样的我们来给展现出来 所以呢 这当然是有分歧 但你在大的一个框架下面呢 这些分歧的事情 你都要想办法就化解 所以对我们的工作来讲呢 不只是你要把整个这个plan做好 你还要呢 知道怎么样把这分歧的事情做好 所以实际上在我的这个领导的这个组织中 我每天面对的都是一些trouble 我的staff他可以做很好的事情 等到东西到我的桌子上来的就是trouble 你要怎么solve a problem 那我每天呢 我自己也是一个有一点这个 就是也把事情看得很serious的人了 所以每次trouble来说 啊怎么办 怎么处理啊 怎么怎么 但是我觉得我的周围呢 还是有一些很棒的人 像我在西雅图 我们国际领袖集结会分会的这个吴小燕 他就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精神的领袖 那我周围有一些人呢 当我在frustrated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们说 哇他为他的 他的理想也一直在复现 你看他这一次 算说自己经过了一个operation 但是呢 他能够还能够把这个大的活动办起来 还是这个不去不挠的精神 也让我觉得很很振奋 所以有的时候我的一些事情呢 我自己也告诉自己 不要这么serious 那么就是想办法把它解决就好 那解决不了也没有办法 把自己要求的这么严格 好 有的时候其实对自己并不好 那么有的事情呢 你要保持一个平衡的心态 这个轻重之间要捏拿一下 那么当然了 因为我很在乎人的feeling 像有的人觉得说 像譬如说我们今天颁奖 哎呀把这个人给遗漏了 在economology的时候 没有把那个人给叫出来 当然我心里都会不舒服了 可是后来都会有办法打个电话 去道歉一下什么 就是要怎么样事情做的平平稳稳 然后呢要把它这个圆融的化解呢 这是一辈子要学的智慧 我听出很多这种东方智慧和西方智慧 这种圆融在一起的这种出事方式 你刚刚提到说 其实在DC有很多政客或者说政策方面 其实亚裔的族群是越来越多的参与的 能不能看一看谈谈您这几年观察到一些trend 实际上呢 我觉得呢 我们以前当初参政的呢 华裔的是很多 那么在这个尤其是加州这一方面 华裔的都是蛮多的 可是呢 现在呢 印度裔呢 它起来的也非常的aggressive 所以很多白宫里面重要的职位啦 或者是拜登任命的这些人 总结其实呢 印度裔的也很多 所以呢 尤其你再看Silicon Valley好了 Silicon Valley呢 很多CEO呢 也都是印度裔的 所以呢 我自己觉得呢 我们亚太裔呢 在经济方面的成长呢 是非常的好 你想想看 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 我们purchasing power购买力 1.3 trillion 1.3兆 现在已经到1.6 trillion 所以这个购买力是非常的小 我们对国家的贡献是非常非常的大 可是呢 我们在各个级的政府呢 或者是选举方面 远远还是不足的 我们在leadership的方面 非常非常的不足 像500强的board of directors呢 大概只有5% 那么如果是100强的CEO 2%都不到 那国会的议员呢 我们现在是24位亚太裔 如果按照人口比例 我们应该是30位 所以我们在这个很多 像联邦政府的高级的这些官员 executive 大概也只有4.4% 所以这些呢 其实再代表我们在leadership方面呢 还是不够 所以这又回来了 所以我很感谢我们国际领袖基金会 所有的这些advisor 还有这些顾问们 这些会长们 他们都能够撑起他那个会啊 的这个活动力 最主要的是代表这个 带领我们下一届的这个next generation 我觉得呢 我觉得这工作呢 这个要投养投资大量的人力 那么我觉得这个工作 还是远远做的不够 还是需要我们整个社团的投入呢 培养下一代的青年 其实我们把很多话题都连起来了 我们谈到领导力 谈到年轻人 对 亚裔的参政议政 对 能不能够谈谈说 如果要对镜头前的一些 年轻的亚裔的群体 说一些让他们更积极的去参与社区波动的话的话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好的 我就想刚才我讲一句就是 feel the fear but do it anyway 就是虽然说呢 你觉得害怕 但不要不要害怕 就是去做 那么社区呢 会带给你非常好的satisfaction 但在你各自将来呢 在你的人际关系方面 在你的这个职业方面 甚至以高中的学生来讲 这个求学方面呢 都有很大的帮助 哈佛呢 他大概在 在covid的时候呢 他取消了sat 他呢 用了一个叫soft skills 那这个soft skills 就是一个leadership的training 那当然现在很多大学 他又开始回复sat了 可是呢 这个leadership的skill呢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在你申请大学的过程中 非常的重要 那leadership skill呢 就看你的community involvement 那么能够创出你自己的社团 能够先参与 然后再创出你自己的社团 尤其是你怎么样跟这个你的社区结合 你怎么样跟主流社会结合 这最重要 never forget where you're coming from 永远不要忘记你的社区 你当你代表你是社区的一部分的时候呢 你代表你的社区呢 来能够呢 跟美国主流社会的衔接呢 这是呢 其实在大学上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大学的申请 你将来在这个工作的寻找 你在人际方面的发展 你可以在社区中找到你 志同道合的朋友 所以呢 千万不要忘记 你是从哪边来的 最后如果镜头前的一些听众 想要去了解国际领袖基金会 或者亚太商会的话 您推荐什么样的方式去了解 这个亚太医商会呢 我们有这个定时的大的活动 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 就到NationalAIDS N-A-T-I-O-N-A-L NationalAIDS.org 那么以那个国际领袖基金会呢 我们有各地的分会 你们都可以寻找 像那个西雅图呢 就是吴小燕会长 那么在各个不同的分会 都有他的会长 专门做这个负责的工作 那么其实我还有一句呢 就是希望跟这个我们年轻人 就是说 一定要这个孝顺你们的父母 因为呢 父母真的是花了他们的 所有的精神呢 来到美国呢 其实呢 自己对自己很节省 可是所有的事情呢 所有的这个经历呢 他所有的这个投资呢 都投资到孩子的身上 那么这就是我们 等于是一个中华文化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东方跟西方 当然了 西方的父母也是很爱孩子 他们给孩子很大的 一个独立的空间 可是我觉得我们身为 这个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呢 这孝顺父母这件事情呢 是我们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 但最重要一点呢 还是要随时能够表现 表达你对父母的一些感激 我相信呢 这个对他们来讲呢 也是非常的重要 不要忘本 我们的社区培养我们 我们的父母培养我们 所以这些呢 我都希望呢 我们大家彼此共赢 谢谢董事长 谢谢 因为学到很多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